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亲子时光机 今天要带孩子去哪里? 当你登上最高点,眼前的景色简直惊艳到不行 你可以远远地瞭望不沉的美景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这里的景色都让人陶醉 台阶中间设有休息点,除了有喷水池,休息椅 旁边则是各种修剪整齐的花草和树木 让人感觉仿佛置身花园 闲坐了一阵子后,我们就走回下去啦 这里的台阶很宽,说实话这里比我想象中容易爬上来耶 下次可以再来这里沉映 带孩子推车的话就不方便了 在欣赏完不沉美景后,我们就去下一站啦 早晨的不沉,飘扬着无数马来西亚国旗 很多人在跑步运动 无数次经过这不沉大桥,还是第一回好好的把它拍下 终于来到了,几打皇家椰浆饭,可以吃美味的早餐啦 不说你不知道啊,这间店可不简单 2019年,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也曾经光顾过这家几打皇家椰浆饭餐馆哦 先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点了餐,小哥帮我们准备食物 点饮料的地方 他们的餐牌 这里的椰浆饭与传统版本不同 主要是它有自己独特的酱料特色 有放甜酱,辣中带甜,炒心可胃 但小孩子就不适合啦 除了他们招派椰浆饭,这里还有其他各种国民美食哦 有来不成的话,记得来试试看啦 这就是今天和你分享的用机啦 如果你也喜欢带孩子去吃去玩的话 欢迎订阅我们 资讯栏里也整理了很多本地旅游 网上投票的邮会 欢迎查看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拜拜